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忽如一夜雷震雨 再见一世艳阳天 王一博的角色鸣和天气杠上了 都说王一博是娱乐圈里的唯一争挂主 此话成不欺我 前几日满网还在流传王一博下一步 转眼,这就官宣了 只不过看完王一博饰演的带播作品绝色名 屏幕前的网友忍不住笑了 忽如一夜,夜秘书,雷,雷雨,震,杨震,雨,陈雨 再见一世艳阳,陆阳,天 博案场里出牌的裤盖王一博 这是和天气杠上了吧 一直以来,关于王一博的瓜 每一次都是官微八百营销号出面定论 这也奠定了王一博在娱乐圈里唯一争挂主的地位 而神隐状态的王一博则是不出现则已 一出现就惊人 即兵与火传出招商信息 预计第二季度播出的消息之后 王一博又悄无声息地做了一件大事出演 《中国青年》 我和我的青春之看见片 消息一出网友们震惊不已 都知道微博上一直有一个话题 那就是王一博下一步 原以为是画饼吃瓜的词条 没想到被官微认证了 只不过看了王一博饰演的角色名陆阳之后 网友们笑了 这一缕娇阳之后 王一博饰演的角色名似乎彻底与天气杠上了 当看到《中国青年》 我和我的青春官宣那一刻 相信很多人都是一脸震惊 反复地看了几遍海报 才确认了王一博出演陆阳这一事实 与军旅 叠战题材不同 这次的王一博再次突破自己 化身为有志青年 深入西部山区做了一鸣之交的老师 在震惊 惊喜之余 相信粉丝更多的是感到欣慰 已经练就英言与代拍 私生周旋多时的王一博终于长大了 知道在复杂的环境里如何保护自己 如何隐藏自己的行踪 出演县礼片 参加县礼活动 对于跟红苗正的王一博来说 不仅是责任 是义务 更是荣耀 如今的王一博 在演出资源上 已经走向了另一个高峰 不仅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 合作方也都是首屈一指的官方大班底 而一直关注王一博的粉丝们 也从这个过程中看到了 王一博再转型成为实力派演员 这条路上的付出与坚持 虽然不知道该剧何时开机 何时播出 但是作为县礼片 这个艳阳天一定会在重要的时间节点 与大家见面 就在王一博下一步被官微任领之后 雷震雨中的震阳震也传来了好消息 据万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扎要显示 由中 北京 影业有限公司 结成星际元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万达影业 霍尔果斯 有限公司 四川省文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出品 刘伟强监制 李达超指导 黄景瑜 王一博 钟楚希主演的公安题材电影 维和防暴队 已基本制作完成 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上映 原创不易 谢绝搬运 如有特需 私聊 授权八爪随笔 一直都知道摩托姐姐们脑洞大开 且擅长爬墙 从逢乱必出的韩光君 到幽默坦荡的云子哥 从坚定决绝的蒋仙云 到洒脱逆袭的迹象空 从有勇有谋的小白礼 到吕冰沐宇的陈景观 从赤城热血的杨队员 到王牌飞行员雷雨 从义正义邪的叶秘书 到支教青年陆老师 虽说不是官宣一个爱一个 那也是见到一个被迷倒一个 我们在感慨摩托姐姐们花心的同时 也为王一博近几年的演员之路 收获颇风感到高兴 随口哼唱的小曲儿也更显真爱 爱情就像蓝天白云 晴空万里 突然雷阵雨 可找找军却觉得 穿过黑夜的骄阳 更值得期待 不是吗